在台湾机械产业发展中 木模是正式铸造机械零件前扮演重要的角色 不过当木模工程升退之后 都到哪里去呢并不是丢掉 有民间企业就把这些木模捐给了科工馆进行典长 经过岁月洗礼 来自中钢机械公司捐赠给科工馆的台积木模 依旧历久明星 木模它混上下 那么要怎么样做出这个东西呢 那么它要先做一个纱模 纱模那么纱模分成上面下面 这两个上面都不同了 那么这个是这样子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做出来以后的话全成这个东西 从大约150件均在木模中 在挑出具有代表性的木模 成为开放式典藏库会场的展览主角 就是把我们馆内的收藏品 台湾机械的这些早期的铸造用的木模 把它选 我们从里面选件 我们台湾机械的木模 大概有150件的收藏 然后我们选了其中大概 12、13件这样子 来做展览 大概整个作品是20几件 从工业用的木模一直到艺术用的 利用木模技术所做出的工艺品 保存下来的木模 见证台湾机械工业 从传统到现代化制作过程 特别请来台湾机械公司 退休员工现身说法 机械公司很早就开始做这个遗传了 那么这个是遗传的那个 那个要下毛的时候 那个毛头 那个毛头 那么这个是木模 也是木模 它会上下模 那木模也是很复杂的东西 要做出一个一个注件的话 就是这样子 那么里面都有写出去 哪一天哪一个年 哪谁做的 都有我们机械工业的木模 相当大 也差不多30个人左右 铸造完成的机械组件 和铸造前制作的木模对照 一模一样的精密程度 看得出不容丝毫误差的 适逆技术 和具有时代意义的 木模之美 港东西有攀志光欧玉文 采访我打